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月20日 中国女足期待华丽转身 周四傍晚2022女子亚洲杯正式拉开帷幕 揭幕战将由A组的中国女足与中华台北女足联媚上演 M直播届时将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目前FRF排名上中国女足排名第19位 中华台北女足则处于第39位 由此可以看出两对实力差距 况且过往交锋一成一面倒之势 中国女足金杖剑只开门红 2022女子亚洲杯为该项赛事第20届 综关前19届 中国女足无疑是最成功的球队 十次闯入决赛八次登顶 自1986年 至今 他们已连续14届至少杀入准决赛 球队征战该项赛事的经验抵运无人能及 由于本届女子亚洲杯前五名将 直接获得2023女子世界杯参赛资格 因此中国女足此次出征印度近前主力 王霜 王珊珊 唐嘉丽领贤 李颖 赵丽娜 李佳月等名将也中回大名单 可以说她们既有冲击力也有经验 虽说中国女足在去年的东京奥运连番被巴西女足和荷兰女足羞辱 但在亚洲范围内她们不惧怕任何一个对手 其中中华台北女足更是球队近些年最喜欢的对手之一 双方近九次正式赛事交锋中国女足保持全胜战绩 最近一次择舞球大胜告终 当时王珊珊上演没开二度 此番再次较量 王珊珊期待帮助中国女足夺得开门红 至于中华台北女足方面 她们在女子亚洲杯的历史上也有过辉煌时刻 合共九次闯入准决赛 当中五次进入决赛三度捧杯 表现仅次于中国女足和北韩女足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高光时刻全部都在21世纪之前 在进入千禧年之后 中华台北女足未曾突围过分组赛 而在境界之前 球队一度连续三届女子亚洲杯无缘决赛周 竞争力可畏一年不如一年 去年10月 凭借四球大潮老窝女足 以及二球晚胜巴林女足 中华台北女足时刻三届 再次亮相女子亚洲杯决赛周 然而从分组抽签结果来看 球队争夺分组赛出现资格前景不容乐观 同组对手既有苦主中国女足也有东道主印度女足 而且首战分分中遭到中国女足毁灭性的信心打击 中华台北女足注定只能扮演陪跑的角色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观看